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们都知道,战道是中国古代交通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 人们为了能在深山峡谷上通行,所以就想方设法在河水隔绝的悬崖绝壁上用器物开凿一些棱形的孔穴, 在孔穴内插上石桩或木桩,然后在上面横扑木板或石板,这样人们就可以在上面行走了。 在本期视频中,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些惊险的悬崖战道是如何设计与建造的。 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的战道工人,他们是一群在绝壁上修建人形道路的勇士, 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为山区的交通和旅游开辟了一条条通往悬崖绝壁的道路。 他们所处的工作环境极其恶劣,在作业过程中面临的风险极其巨大, 但他们的工作成果却是极其惊人的,他们不仅是中国基建的奇迹,更是中国人的骄傲。 他们修建的战道,每一条战道都是一项工程的奇迹。 这些工程奇迹不仅为山区的交通和旅游提供了便利, 同时也为山区的风景增添了魅力。 这些惊险的战道,有的蜿蜒在山谷中,有的悬挂在云端, 有的穿越在森林里,有的则俯瞰在河流上, 中国建筑工人修建的每一条战道都是一幅壮美的画卷。 战道的修建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 不仅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承担巨大的安全风险。 工人们在没有安全保护措施下, 站在悬崖边的脚手架上进行战道施工, 一不小心就可能有坠落深渊的危险。 他们在钢化玻璃上行走,一旦玻璃破裂或者滑动, 就可能造成重伤或者死亡。 他们在搭建钢管骨架时,一旦钢管松动或者断裂, 就可能被钢管刺穿或者砸伤。 他们在铺设木板或混凝土时, 一旦木板或混凝土掉落,就可能砸中自己或者同事。 他们在施工过程中,还要时刻警惕山体滑坡、 落石、雷电等自然灾害的威胁。 悬崖绝壁的站道上,站道工人们在上面来来往往, 这些站道工都很少说话, 每时每刻都用心专注手中的火,脚下的路。 工人们正推着混一土, 在仅有两米多宽的水泥站道上穿梭, 放眼望去,让人捏了把汗。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 山路只能通到天台山下的停车场, 距工程现场还有近400米的石阶路运输水泥, 沙子的车辆无法抵达。 为了修建站道, 施工方在不通电、不通水的情况下, 想方设法饮水通电。 工程所需的水泥、沙子, 都是工人们依靠肩膀一带一带地往上运输。 但是修站道的工人, 在几百米高的悬崖上作业时, 却没安全保障, 没有安全绳, 只有木板、 手推车和生锈脚手架等简陋工具。 在站道修建中, 要结合地形地貌, 寻找合理的站道线路。 工人们在毫无安全保护措施的情况下, 站在悬崖边的脚手架上, 只是修路的第一步。 站道工人的工作, 是在悬崖峭壁上搭建钢管骨架, 铺设木板或混凝土, 形成一条稳固的人形道路。 站道的建设, 需要高超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 因为每一处的地形和风向都不同,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计和施工。 站道工人通常不使用安全绳, 因为安全绳会影响他们的灵活性和效率, 他们只靠自己的平衡感和敏捷性在高空中穿梭。 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是清晨六点到下午五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任务, 日薪为三百至四百元左右。 站道工人的工作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他们面对艰难险阻, 不畏惧不退缩, 他们追求卓越品质, 不马虎不敷衍, 他们承担社会责任, 不贪婪不自私, 他们是一群有着高尚品格和崇高理想的人, 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生命, 为中国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他们是中国站道工人, 他们是中国的英雄。 接下来我们来到一条挂在悬崖上的道路, 这条道路全长一千二百米, 是2001年由中国兰英村周家平的二十三户村民, 历时四年龄三个月, 用钢签、铁锤一寸一寸开造出来的。 站在挂壁公路上, 探头往下观看, 峡谷中云雾缭绕, 高山峡谷雄魂巍, 让人既为兰英大峡谷壮美的自然风光所震撼, 又为险峻壮美的挂壁公路所惊叹。 公路蜿蜒狭窄, 宽度不足三米, 一边紧贴斗崖, 另一边是万丈深渊, 来往车辆行驶的十分谨慎。 现在跟着我们的镜头, 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现在让我们再去体验另一条更加惊险的悬崖公路, 这条悬崖道路被誉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公路之一, 名为锅量隧道。 这条道路建于1970年代, 全长1500米, 高5米, 宽4米。 为了保持行车的能见度, 工人还在岩壁上开了30个大小不一的窗口, 从窗口向下望去, 就是悬崖峭壁。 除此之外, 这条道路北京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因为它是由13位农民在没有任何机械的情况下历时五年, 通过人工一锤一锤凿出来的。 修建这条道路的时候, 村民打坏了4000个锤头, 用掉了12吨的钢签, 全村人靠着双手, 硬生生在大山中凿出来了这样一条令人震惊的通道。 现在, 这条挂壁公路已经成为锅量村的标志, 作为中国的四亿级景区万仙山风景区的第一份景区, 每年都有很多人慕名去参观。 你想去那里参观吗? 让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仿佛是现实版的仙霞世界, 每一处风景都令人叹为观止。 望仙谷位于中国的一个偏远山区, 被壮丽的山川、 聪裕的森林和清澈的溪流所环绕。 这个地方的美丽和宁静令人感到震撼, 仿佛是一个一世独立的世外桃源。 但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那些悬崖边的房屋, 它们仿佛是人类与大自然的完美融合。 这些房屋均由当地的村民建造, 采用了古老的建筑技术和材料。 它们大多数是木质结构, 与周围的环境和谐共生。 房屋依山而建, 悬崖上的木梯和小径通向不同的住宅, 每一步都是一次对大自然的亲密接触。 从这些房屋的窗户望出去, 你将看到如画的风景, 山川、瀑布和云雾缭绕, 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 望仙谷是一个让人心持神网的地方, 它将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推向了极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